《新西兰旅游局》 之前呢 西西兰旅游局有请过姚晨 走过来 然后 您来之前 对西西兰有一个 大概什么样的印象呢 之前也看过姚晨的 因为姚晨我们是一家公司 又是一个经纪人 第一组 所以就是 当时特别羡慕他们来这么啊 然后就想 如果有一个机会 我也想就是 带着佳人一起来旅游 然后这次也是 就是特别感谢奥克兰旅游局 还有奥克兰机场 然后还有就是 南方航名公司 本来他们说是 请我跟我老公明翔一起过来 然后说给我们俩补一个蜜月 十天的行程 结果就是 因为他在拍戏 就临时请不下来假 所以挺遗憾的 就每天给我打电话 说你们那玩得怎么样呀 看我的微博呀 说你们那个 玩得太开心了吧 就挺遗憾的 然后我说 我先把这边的线路 所有的都怎么样呢 就是我把它都记起来 下次再跟他一起 带着我们家人一起再过来 重新重游新西兰了吧 你来了之后 亲眼看到这个地方 跟你在摇成的微博上 或者跟他交流看 有什么不一样吗 你就更真实吗 就是毕竟拍出来图片和视频 还是 就你有想象的空间 嗯 然后你到了这儿 你发现就是 有很多 就是新西兰的人很清楚 嗯 其实我是一个 特别容易那个 容易想家的人 嗯 到了这儿 就不觉得那种 在异乡的那种孤单嘛 因为有很多 中国的朋友 还能吃到地道的中餐 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西西兰的自然环境 嗯 包括这次就是 奥格兰旅游局 把我们安排的行程 嗯 就是没有那个时间 让我去想家 就很开心 所以你这次来 也是来探探水 然后下次还会 和老公家人一起再过来 对 一定会的 嗯 就是带他们一起来 嗯 因为我们这边也是 天美网去 嗯 面向我们这边的华人 比较多 你有 有没有什么想 跟我们广大华人朋友 说的话呢 嗯 想说就是 如果 嗯 因为毕竟在中国 大家压力很大 不管是年龄大的人 还有年轻的人 还有小朋友 我就希望 大家能带着自己的家人 到西西兰 来呼吸呼吸 新鲜空气 然后 嗯 算是对自己的一个 解压和放生的一个行程吧 然后希望大家能到 到新西兰内蒠特 乐福 楼